很久没来海山开料理是做护照班的婚人飞燕創业协会 今年苏格在北岸町中心地的协助之下 在北岸国中东以外就加进班告示 顺利再度开班收口使用大部学校园报名参加 102年开过最后一班以后就只要说 我想学中餐正照不好意思没地方开 我想学烘焙正照那也没有没有场地可以开 所以我们北岗人真的很辛苦 那要开这种训练其实这种他们才有办法去磨生 听到六岁市民众没地方可以上口 北岸国中校长梁文家五第六个月 利用苏格和新务上口的时间开放家进班告示 有需要学习的话能够在这里安心的不用劳图噴波 跑到其他的现象去 在这里能够学一技之产 把这个技术能力能够扎根 是是他们有一个议据 当他们的成果完成之后 预订在八月底会做一个义卖 也认为义卖的所得 捐赠给我们的孩子 当我们的教育基金 这些非常谢谢我们飞银学院 谢谢我们的整个资讯单位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服务的机会 可以顺利开班很多学员都很丁销 欢喜表示 要不不用再跑车到华兄弟 减轻很多负担 几年了我们在水里没有 没有那个工费科 最近我们对我们这种更近的 更有帮助 我们的负责 我们的负责学院 我们的负责学院 乌临飞燕创业学院 也要学院了解创业法律上官地市 曾经碰到有那么一个案例 他做了一个类似 ADITA的形式商品 就被检举 球场48万 我上午就全部都是劳工权利的 有关劳机法 劳资 还有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 劳资正义处理法 就跟你们做了介绍 跟你们讲 那下午可能就是会涉及到 消费者保护法 听着说 他社团夫妇社民众 让好好组员发肥 共同分享最大好业 未来马甘国党 也许各位 库大家庆办公室 期待组合 近家座的核心和民众 记得你参参观 感谢观看